當我連續加急的天氣 也幫大家來做統整 在這一天來說 其實白天天氣狀況 都還蠻炎熱的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西半部 幾乎都是亮起了 這個橘色燈號 而且紫外線預估 也幾乎都是來到了 紅色等級 也就是固量等級 提醒大家外出時間 防曬 補水 作業都是要記得做好 至於在這幾天的天氣狀況來說 我們來看看 這定量漲水域暴徒 但其實在今天下午時段 還是要慎防的是 午後雷震影的發生 尤其到了明天也是一樣 主要都是集中在山區 下午時段還是容易受到 這熱力作用的影響之下 容易會有一些 午後大雷雨發生機率 我們來看這端午 連續假期的天氣重點 今明兩天來說 只要是吹西南風 白天天氣狀況都還蠻炎熱 高溫可以上海 35到36度 那午後山區 要慎防的是午後雷震影的發生 注意到了週六 開始一路到週三 開始轉吹的是東南風 天氣狀況還是比較炎熱 但是在吟風面的東南部 尤其像在花蓮台東 容易會有一些零星短暗飄雨的現象 但是整體來說 西半部影響不大 白天西半部呢 還是大多都是維持多雲 實情的好天氣 我們來看看這幾天 溫度上面的變化 那以北台灣來說 在這週還是比較悶熱 高溫可以上海 33到34度左右 那在中南部來說的話 也是一樣 中南部這幾天的白天高溫 也是可以上海到35度 36度 所以還是提醒大家 在耽誤連續假期的這幾天 如果你有要外出活動的話 一樣要記得做好防曬 還有補水作業 因為我們來看看 像在中南部來說 這幾天白天高溫 可以上海34啊 35 但為什麼會給一個下雨的符號呢 主要是在下午時代 尤其像是在中南部山區 很容易會有這種午後大雷雨 午後雷震影的發生 所以提醒大家 外出時間可以帶傘 早上的時候可以防曬 下午呢 再可以慎防午後雷震雨 以上是這一節的最清氣象